虽说前几天中国官方宣布清零政策不动摇 但是据《华尔街日报》说 中国领导人正在考虑采取措施 逐步取消实施了近三年的严格防疫限制措施 重新开放 但是进展会十分缓慢 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上月召开的20大会议 一度被视为中国防疫的潜在转折点 但是中国的防疫策略不但没有改变 反而变本加厉 中国务域监委的官员在上周六也再次重申 要坚持清零不动摇 称这是对保护人民生命至关重要的原则 不过有迹象显示说 中国官员越来越关切实际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代价 动态清零导致了全国多个城市和省份的封控 抑制了商业活动 使得几亿人避不出门 长达数周甚至是数月之久 各级政府也正在权衡防疫的代价 并正确的评估重新开放 对公正健康和中共所获支持的潜在影响 仅果动态清零政策的影响日益加深 但中国官员仍是在小心翼翼的形势 这意味着要使社会回归到新冠疫情爆发以前的正常水平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全面恢复至疫情以前的水平 可能需要接近到明年年底的时候才能实现 境外旅客的入境管制可能会是第一个突破口 消息人士说中国政府很可能会在明年初进一步减少 入境旅客的酒店隔离天数 从目前的7天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健康检测 减少到总共7天 由于成本太高 中国各级政府正在计划减少全国各地设立的 成千上万个核算检测点 有些官员也已经通知一些领售企业 最早可能在11月底的时候就会减少核酸检测的频率 尽管如此 上述知情人士还说 领导层认为今年很难会颁布更大范围放松防疫要求的措施 许多防疫措施将会保持不变 中国仍将通过大规模核酸检测和风控来扑灭 哪怕是极小范围的疫情 人们仍然需要使用手机上的健康码才能进入公共场所 入境 中国的旅客仍然会面临隔离和多轮核酸检测 其实最近几个月 中国对待疫情的态度已经在悄悄发生变化 比如说 今年9月份习近平出访了中亚 这是他自2020年初武汉爆发疫情 三年以来首次出访他国 习近平还开始频繁的在北京接待外国元首 预计下周 他也将出席在印尼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上个月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系列措辞强烈的评论文章 呼吁民众对动态清零抗疫政策要保持信心和耐心 消息人士说 中国的卫生官员已经在密切关注 香港、日本和韩国的死亡率以及公众反应 其中一位参与讨论的知识人士甚至还说 与西方情况不同的是 中国的重新开放将会有序进行 将分区域、分行业逐步启动 最开始 政府可能只会是在主要的几个商业枢纽城市 放宽防疫政策 另外 最近几个月 中国官员与世界卫生组织也保持密切联系 关注世卫组织为新冠疫情确定的警报级别 如果世卫组织调整评估结果 将为中国改变政策提供更多的回宣语地 知情人士称 届时中国政府可能开始推动更大力度放松防疫措施 并调整国内舆论对于新冠疫情的说法 进而宣布在抗击病毒上取得胜利 中国一直对新冠病毒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御控制措施 但是中国正在考虑的一个计划是 一旦世卫组织对新冠病毒的归类发生变化 就会开始把新冠作为乙类传染病对待 消失人士还说 即使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中国恢复到疫情前的活动水平 所需要的时间也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也许会是一年 11月初的最新政府数据显示 中国86%的老年人口已经接种了两剂疫苗 整体人群的两剂疫苗接种率为90% 中国政府正计划今年晚些时候 开展一场为健康状况脆弱的群体 接种疫苗的活动 目标是让95%的60岁以上人群 接种两剂疫苗 中国经济全面重新开放的另一个条件是 治疗新冠的口服抗病毒药物的普及程度 今年早些时候 中国药监部门批准了由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的艾滋病药物用于治疗新冠 以及辉瑞公司的治疗药物 前几天在德国总理萧茨访华的时候 还批准了在华外国人可以先使用辉瑞疫苗 在全球关注中国核社会放松防疫政策的时候 高盛从中国原油进口量来判断 认为是中国会在明年的第二季度开放 瑞银则认为放宽防疫的时间会落在明年的三月两会之后 感谢观看